下一個是跟酸鹼有關係的檢驗 第一個大重點 我們在很多地方碰到它 就是利用指示劑來看它是酸性中性還是鹼性 來先抽到的人就隨便挑一個告訴我 後面就挑人家挑勝的 來大帥哥5 大帥哥有 21 21號 21起立挑一個告訴我它的顏色 酸中顏色鹼中顏色 隨便十位小月就交過了好不好 酸中顏色挑一個一個都不會挑 5 4 3 2 1 你說什麼 十位酸中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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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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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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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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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1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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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 2 這個背好就對了 這個在不同的場合中出現在烤的 你給我記好 然後 硫酸 這就是我們教過的減土族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所以 拿個減土族的氯化物氫氧化物像什麼氯化鎂氧化鈣 碰到硫酸就會產生硫酸鎂或硫酸鈣的沉澱 所以上面寫的加氯化貝或氫氧化貝產生白色硫酸被沉澱 就是所謂的檢驗酸鹼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要你背的 減土族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互相檢驗的 想知道它是不是鹽酸就拿胺 想知道它是不是鹽酸就拿去鹽酸 灰灰它會產生白色的氯化胺 會有個白鹽會出現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鹽酸或者是不是氨 這是兩個互相檢驗的 這個在過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 這在過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 鹽酸跟氨會產生白色氯化胺互相檢驗 就是跟各位介紹 我們如何檢驗 酸鹼的東西 OK嗎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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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